第153集 洛生压根就不听,他直接伸出手来,打开了会着喜鹊灯眉的盒盖 隔着覆盖的油纸,这一股香味啊,立刻便是窜了出来 李神医动了动鼻子,眼睛直往这盒子里秒 这盒子内里很深,随着揭开的油纸,手下映入到眼帘的是一个六格深盒 这每个格子中都放着一种吃食,分量虽是不多,可是又齐整又漂亮 这个是烧猪头,这个是八锅肘子,还有卤牛肉,酱鸭蛇 洛生依依介绍着 李神医眼珠子随着介绍到美羊吃食而转动,依然是面无表情 这个小姑娘可真是奇心可助啊 再是掀开六格深格下的第二层油纸,同样是一个六格深盒 每个格子中都放着一色点心 李神医的胡子颤了颤 第三层油纸取掉 李神医不由地瞪大了双眼,语气中难掩差异 这盘中红梅朵朵,不正是那一道美丽如画的梅花大肠又是什么 梅花大肠 李神医深深看了摆了一桌子的吃食一眼,问向了洛生 嗯,这些都是你九四里的 洛生微笑汗手道 是啊,神医看在我好不容易带来没有破没有撒的份上,就赏脸尝尝吧 说着,顺势递上了一双银柱 李神医只是犹豫了一下,便是伸手接过,勉强道 嗯,那既然如此 老夫就为你尝尝也尝 也省得你,大佬也拿了也尝 事先说好啊,他就只是尝尝而已 然而,一刻钟之后,李神医吹着胡子瞪向了洛生 这小姑娘,果然是齐心可诛 看着这么多样的吃食,其实每一样也就是两三片 这还不够塞牙缝呢 只有这梅花大肠的费量多些 可他最喜欢吃的这道菜,根本就没有吃够啊,有没有 这小姑娘,不是歹心是什么 喝了一口苦茶,把这口中的香味冲淡 李神医板着脸问道 这九四叫什么名啊 以后每日让弗林过去买些韭菜 九四就在千姓街上,叫有间九四 不过呢,我们九四有个规矩 不打包,不外送 李神医沉默了片刻 他扫了扫空荡荡的石盒,黑着脸道 说吧,什么条件 他又不傻 这小姑娘带着这些美食过来 总不能真的只让他尝一尝吧 无视献殷勤,这是飞奸极盗 怎么能说是条件呢 洛生笑意盈盈,表情十分的真挚 这是我的一个请求 当然,如果您答应我的请求 九四当日所说韭菜 每日中都会免费地给您送来一份 你先把你那请求 给老夫说上一说 李神医正经危坐,一脸的矜持 若不是胡子上还沾着点心渣子 洛生简直以为刚刚那个风卷残云吃东西的 不是这个老头子 我今儿个是与这平南王侍子一块来的 平南王身负重伤 不去 李神医直接打断了洛生的话 洛生抿了抿唇 李神医的目光艰难地从这石河移开 想忍着不把遗憾露出来 说道 老夫 向来不待见这平南王府 你就算一日三餐地给我送饭 我也不会出手救他 听到了这话 洛生突然笑了 神医当记得 我与这青阳郡主有着不解之缘 我如您一样 并不待见这平南王府 李神医一愣 突然之间变了脸色 小姑娘 你莫非是想让老夫 要了平南王的性命 这愈加不可 老夫虽然不讲究什么医者人心 但要是让病人死在我的手上 那可是万万不行 我也没有想要平南王的性命 李神医一纳门 那你究竟想要干嘛呀 洛生沉默了片刻 他抬手落在带来的喜鹊灯煤珠漆盒盖上 云淡风轻地说道 我是要他 生不如死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他步步为营 百般谋划 结果老天爷 却没有当场 收走着平南王的性命 这让他不敢再赌 即便神医不出手 平南王也很有可能 被这太医救活 养上个数把月 又恢复活蹦乱跳 说不定还能继续地去 有间酒寺 吃上几顿肘子 与其承担这样的风险 不如他来掌握主动 他不再和老天爷对着干了 他改主意了 让这平南王生不如死 其实这样也不错呀 李神医的面色微扁 他盯向了洛生 想要说些什么 一个小姑娘 说出让人生不如死的话 竟是如此的 磕磕气气 温温柔柔 然而最终 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把眼睛 描向了石河 咳嗽了两声 等到冬天天凉时 您可以直接来 我的酒寺吃 红红的小火炉 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锅 吃下了肚 暖痒痒的 别提多舒服了 到时候随便吃 不要钱 李神医听着洛生的描述 不由之间 咽了咽口水 随后心头一礼 这个丫头 再一次让他感受到了 奇心可诛 怎么样 您是答应了吗 见到李神医 只是咽着口水 不说话 洛生 笑隐隐地问道 哼 那我扶您 一起去见过这 平南王狮子 李神医 只是瞪了他一眼 一甩衣袖 说道 老夫又不是老的 走不动道 用你一个小丫头 扶吗 眼见着李神医 先一步地往外走着 洛生的唇角青阳 便是跟了上去 此刻魏风 坐在了树下 他听着藏在了 树梢的枝梁 叫个不停 正在心烦意乱着 这洛姑娘 到底能不能 请动神医呢 倘若是不能 人家已经是跑了一趟 还真能把人 叫醒一顿不成 洛大嘟嘟的女儿 可不是随便能教训的 正在焦虑着 就见到 洛生陪着一名 白须老者走了出来 魏风不又站起了身 走了过去 您是 李神医 李神医扫了魏风一眼 与其冷淡 废话莫说 去平南王府 魏风灯时面露喜色 他拱手向着李神医 道了声谢 又忍不住地 看向了洛生 洛生一脸平静 需要我陪着吗 魏风还处在 洛生竟是轻而易举 请动了神医的震撼中 下意识道 呃 若是洛姑娘愿意 我不愿意 魏风一愣 回神看过她 王府正着忙乱之际 我过去凑热闹 不是讨闲吗 神医 小王爷 我先走一步了 嗯 李神医不冷不热 只是硬了一声 魏风则是眼睁睁的 驾 他望着洛生翻身上马 扬长而去 魏风收回了目光 冲着李神医伸出了手 神医 请 李神医眼皮都不抬 冷冷的 啰嗦 呃 这 所以洛姑娘 究竟怎么讨好这位 性情惯例的神医的呀 第154集 李神医赶到了平南王府 看过了昏迷不醒的平南王 皱眉问向殷妾望向 她的平南王妃的 保住性命就可以是吧 憔悴不已的平南王妃 浑身一震 颤声地问道 神医这是何意 李神医看着平南王妃一眼 语气无波 羽剑伤及内腹 又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 神仙来了都难救哦 更何况老夫还不是个神仙 最多只能保证 王爷在羽剑拔出之时 不会死于出血过多 至于其他 就不能保证了 平南王妃听出了几分意思 这脸上一丝血色都无了 您的意思是说 王爷即便取便是无事 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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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神医面无表情 摸了摸胡须 什么也可能 本来就是九死一生 死了才是正常的 平南王妃的眼皮颤了颤 又有着昏倒的迹象 卫风站在了一旁 忍不住的 神医 我母妃受不得这些 面对着一个黄毛小儿 这李神医就更不客气了 当即冷笑的 老夫我只负责治病 不负责哄人 你们家的王爷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考虑好了 别明明是必死之人 等到老夫出手救了 回头恢复得不好 反倒要来砸老夫的招牌 见到李神医副手而立 医副置身室外的样子 卫风不由去看到了平南王妃 这种大事还是要母妃做主的 母妃 就在这时 小郡主魏文 含泪地喊了一声 平南王妃呆滞的眼珠 缓缓转动着 望向了李神医 她想从这位背着世人 奉围了活神仙的老者面上 瞧出些什么 或者得到几句保证什么的 然而 她看到的只是一张默然的脸 平南王妃再去看过了几位太医 这几位太医 眼观鼻鼻观心 都是一副竭力降低存在感的姿态 平南王妃的心中一凉 这万千犹豫 最终是化作 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几个字 请神医出手 短短的一句话说完 她好似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便是这么软软的 闹不下去 母妃 魏文撑住了平南王妃的身子 与她哽咽道 母妃 您没事吧 平南王妃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哪还有力气安慰自家女儿了 魏文强忍着的泪终于是落了下来 花棍面颊砸在了地上 虽是听不到声响 却砸得她心生绝望 怎么会这样 前来神医也不能让父王恢复吗 王妃可想好了 神医临时进去前 又是再次地确认了一遍 平南王妃艰难点头 倘若王爷有事 平南王妃用力地攥起了拳头 颤声道 那就是王爷的命 与神医无关 神医一直平板的面容 这才舒展了些 她举步走进了内室 把这伺候的人都给赶了出来 几名太医立刻是凑到了门口 小声地议论着 那个位置 神医怎么把剑取出来啊 难 太难了 烧一不慎 就会引发大出血啊 剑留在王爷体内 有一夜了 就算控制住出血 恐怕里面也会生浓的 听着这些议论 平南王妃真是摇摇欲坠啊 魏文亦是泪流满面 此刻的魏丰 也是恼火不已 直接怒道 几位太医 刚刚在神医面前怎么不说 现在说这些 是专门要吓唬她母妃和妹妹吗 几位太医恢复了 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 再不吭声了 爱骂就骂吧 反正他们是治不了 不知是过了多久 李神医走了出来 平南王妃直接扑了上去 神情紧张的 神医 王爷如何了 人没死 可以进去照顾了 平南王妃快步而入 一眼便是瞧见了 平南王血白衣巾上的 斑斑血迹 她捂着嘴 无声地哭泣了起来 之后 这抓药 熬药 交代注意之处 就不必细说了 一名管事匆匆进来 禀报的 王妃 太子殿下来了 平南王妃擦干了眼泪 带着卫风兄妹迎了出去 只见 卫腔带来许多礼物 是代表着皇上 来看望着平南王的 殿下 当时一见到了卫腔 平南王妃就仿佛是 找到了主心骨一样 不管现在如何 千儿家的心中 一直都是她家的长子 从小作为了王府继承人 精心培养的孩子 对于羌儿和风儿 她承载的期望 是不同的 就如同每个府上 父母对着嫡长子的期待 看着这样的平南王妃 魏腔的心情十分复杂 一方面 她怪着父王当年 丝毫不过她的想法 对着鹿儿痛下杀手 另一方面 这血脉亲情 是怎么都斩不断的 尤其现在 生父是生死难料 生母在惶惶无靠 她也不想见到 生父出事 也不想见到 生母从此 以泪洗面的模样 心中 翻腾着这些念头 魏腔走上前去安慰她 婶婶不必担心 王叔既然自有天下 便会没事的 是 殿下来看她 她肯定会好的 平南王妃握住了 魏腔的手 激动不已 香儿 已经是很久没有 这般与她说过话了 魏风有些看不下去 直接开口的 大 迎向了魏腔扫过的眼封 她改了口 殿下 进去看看父王吧 都是这个时候了 也不见大哥如何心急 难道青阳郡主 在大哥心中 就是这么重吗 父母亲人 都是要靠后了 倘若他是大哥 只会是感激父母 让他拥有的一切 想要做大洲 最为尊贵的男人 牺牲一个女子算什么 于于熊掌 本就不可兼得 大哥也太不知足 过往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满 在这一刻 汇聚在了一起 成为了一条 暗涌的溪流 盯着魏腔进去的背影 魏锋的眼神 也是沉了沉 他若是大哥就好了 从这平南王府走出来 魏腔扶手望了望天 天际无云 阳光明媚 而他的心情 却不大好 不只是因为 生父的性命垂危 应该说 每次来了平南王府 他的心情都不怎么好 殿下 魏腔看了看 随他而来的心腹太监 窦仁 外头天热 您早些回宫吧 知道魏腔心情不好 窦仁小心翼翼道 魏腔没有接话 沉默片刻问道 你知不知道 平南王叔遇刺钱 去的那间酒寺 窦仁最大的长处 就是鸡里 平南王街头遇刺的消息 传入了宫中 他就找着侍卫打探过了 恰好是听来了一些 关于酒寺的事 奴婢听说那家酒寺 叫友间酒寺 是洛大都督的爱女 洛姑娘开的 洛姑娘 魏腔的脑海中 猛然闪过了在王府花园中 与着洛生相遇的情景 那个拎着蛇 吓唬婢女的恶劣少女 竟然还开了一家酒寺 友间酒寺在何处 就在清姓街上 去看看 殿下 去不得呀 王爷就是出了酒寺 不久遇刺的 如今歹人尚未寻到 魏腔并不理会 只是大步地往前走去 窦人慌忙是跟上 心中叹息 就是那里吗 魏腔停了下来 他望着不远处 大门紧闭的酒寺问道 就在这时 一道深意 映入他的眼帘 第155集 酒寺虽没有到 开门的时间 女掌柜的几人 却都在呢 洛生等着洪豆 上前拍门 察觉到有人 往着这边打量着 转眸望了过去 不远处 立着一个 气度不凡的男子 正是往着这边看来 魏腔 洛生面不改色 与着魏腔对视着 拢在了袖中的手 用力地握紧 他怎么会来这儿 正是寻思着 魏腔已经大步 走到了面前 洛生压下心头恨 微微欠身道 殿下 魏腔的语气温和 说道 洛姑娘不必多礼 我今日去探望平南王叔 听闻洛姑娘 在此处开了一间酒寺 好奇来看看 昨日王爷 就是出了酒寺不久后 出的事 魏腔不料对方 如此坦然地提起了 昨晚之事 这按理说 这种事 避嫌还来不及呢 他先是愣了一下 这才到 所以我更要来看看了 洛生挑眉的 殿下 就不怕有什么危险吗 听说行刺之人 还未寻到呢 他刚是说完了这句话 就见了一队官兵 从这面前跑过 个个都是神色凝重 每隔半个时辰 就有着兵马寺的人 从这里经过 殿下没有发现 这条街上不见几个行人吗 往日中人流如智的 亲信街 今日行人稀少 偶尔有人路过 也只是匆匆地 加快了脚步 他们倒不是害怕 尚未寻到的歹人 毕竟都刺杀王爷了 肯定不会对他们小老百姓 浪费什么力气 他们要避开的是官兵 总看到一队队 举着刀向的官兵 这多不自在啊 魏昌随便看了一眼 诞生的 天子久相 作恶之人 定然不会逍遥法位 洛姑娘觉得呢 洛生扯着唇角笑了笑 嗯 殿下说得对 作恶之人 定然不会逍遥法外 所谓 善恶终有报嘛 魏昌微微皱眉 她总觉得 于一个小姑娘 讨论善恶有报 这个话题 实是有些可笑 就在这时 九四的门打开了 女掌柜的 快步迎了出来 东家 今日您来得挺早 见到 于洛生相对而立的男子 女掌柜的话音一顿 眼神微闪 这个男子 虽然穿着长服 却不像是个简单人 魏昌止了止酒 四说道 洛姑娘 不请我进去坐坐 还未到开张时辰呢 上面有酒菜招待殿下 殿下若是不嫌弃 里面请 魏昌直接抬脚 便是走了进去 趁着魏昌打量九四时 女掌柜的 悄悄地问向了洪豆 东家陪着的客人 是什么身份呢 她记得 这东家好像称呼 男子为殿下 想到这个称呼 女掌柜就是心肝意斗 洪豆 丝毫没有紧张的样子 她鸣嘴道 掌柜没听见姑娘的称呼吗 那是太子殿下 女掌柜听后腿软 忙是扶住了柜台的边缘 妈妈呀 来九四的竟然还有太子 她就知道 跟着新东家是对的吧 这得多长见识啊 有危险 王爷遇刺 这不也是长了见识吗 她要还是脂粉铺的一个普通的掌柜 别说瞧见王爷遇刺了 就是招待王爷都没有机会啊 鲁味需要提前做 此时后厨的方向传来阵阵的肉香 胃腔一下子就被勾起了食欲 不自觉地往着后厨走去 这越是靠近 越是觉得香呢 生父才出了事 他自然不好提起用饭的话 甚至连着以后来公固九四这类话 也不便在此刻说出口 光当一声响 把这逗人害了一跳 惊声道 什么人 只见着后厨门口 站着一个面容丑陋的妇人 一个酒坛子 在她脚边摔得是四分五裂 带着一丝甜蜜的酒香 瞬间弥漫开来 胃腔一时被这酒香分散了注意力 这是她熟悉的酒香味 年少时不惯吃酒 有一次 饮了烈酒 渴得是惊天动地 然而在生辰时 却是收到了一坛 落儿亲手酿的橘子酒 那酒干净清澈 滋味绝佳 它当时十分地珍视 哪怕是过了十二年 也能在这萦绕鼻端的菊香之中 闻到熟悉的 记忆中的味道 胃腔情不自禁 又是上前了一小步 这时 红豆像是一道旋风一样 从这味腔的身侧 便是冲了过去 然后心疼地连连跺脚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好好的举着脚 给摔了 一边跺着脚 一边把这秀月 往这厨房里推 赶紧进去吧 就知道准货 现在姑娘知道 谁就靠谱了吧 秀姑这种 见识短浅的村妇 见到了太子 这手都软了 真是一点也上不了台面呢 这时 魏腔也醒过了神来 他望向洛生说道 这酒 这是有间酒寺的特色果酒 是我亲自酿制的 洛姑娘会酿酒 魏腔猝耳失声 洛生望了他一眼 理直气壮地反问道 怎么 不能吗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洛姑娘 喜欢什么就鼓刀什么 有钱还闲 魏腔目不转睛地望向他 眼神深邃 我以为洛姑娘这样的名门贵女 不会研究这些 而洛生只是玩耳笑了笑 我都是随着性质来 比如先前呢 我对男人感兴趣 就养了几个面手玩一玩 这 想来殿下此刻没有喝酒的心情 我便是不请您品尝了 洛生抬手 把这碎发抿到了耳后 转身往回走去 魏腔目光 落在了那节号腕上 不由皱起了眉 洛姑娘戴的镯子 瞧着很熟悉 是了 是玉娘每日中戴的 就是这样的镯子 洛姑娘 他忍不住地喊了一句 洛生停下了脚步望向他 然而看到了洛生的双眼 魏腔反而是没了话说 对方又不是 无足轻重的小宫女 即便她是太子 也不好追问一只镯子 洛生的面色平静 微敏的唇角 藏起了心中的不屑 想知道 又怕问了影响储君形象 这般虚伪 实事令人作呕 殿下 想要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既然是过洛姑娘的酒肆 我也该回宫了 宫中安全 殿下 是该早些回去了 魏腔总觉得这话不大顺耳 然而又寻不出什么毛病了 只能是笑了笑 抬脚往外走去 穿过大堂 来到了酒肆晚 魏腔再度停了下来 洛姑娘 不必送了 殿下慢走 念无表情送走了胃腔 洛生刚是要转身回到酒肆 就见到 林腾带着三两个人走了过来 可否向洛姑娘逃口水喝 洛生的视线在对方干裂的唇上落了一水 自然可以 眼见着林腾接过了女掌柜递来的水瓢 大口地喝着水 洛生随口问道 这么热的天 林大公子一直都在外头 喝过了水 把这水瓢还给了女掌柜的 林腾点头道 总觉得刺杀平安丸的歹人 逃脱得太过顺利 追过去的王府暗卫 追丢了人 很快赶到的官兵也一无所获 好似凭空消失了一般 我带人熟悉一下四周 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第156集 视线停留在林腾嘴角的水珠上 洛生笑了笑 林大公子真是尽责 早知如此 他就该把这水瓢 扣在这小子的脸上 迎着少女意味深长的眼神 林腾突然感觉到一丝的不自在 这洛姑娘盯向她的脸 看得这么的认真是做什么 明明来酒室吃酒 就没有任何的优待 不像是对她另眼相看的样子 林腾看着严肃 失色脸皮疾薄 这么想着 不由得便是红了耳根 忙是说道 不打扰我洛姑娘了 我去周围看看 嗯 林大公子去忙吧 等到林腾待着手下 消失在视线中 洛生的神色 终于是彻底地冷了下来 他转过了身 不如到九四之中 九四中 看着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 大唐 依然是聪明几近 一尘不染 后厨门口的大锅中 依旧是炖着肉 香得让人不自觉地 便会咽了咽口水 笔之往常 还剁了一丝酒香 那是因为 刚刚未枪在时 秀月失手摔掉了橘子酒 闻着果酒的清香 早就被着落腮胡子 与壮汉给收拾走了 红豆站在了院中 单手扶腰 笑眯眯地表扬二人道 还是你们两个情怀 不思某些人 毛手毛脚浪费好东西 要是摔了个盘子瓦的 他也就忍了 哪怕是摔了个旧年花瓶 也是无所谓的 可他们摔的 可是姑娘酿的美酒啊 洛塞胡子 与着陆虎呵呵傻笑着 一个去劈柴 一个去拿起了扫帚 打扫起了院子 他们可是得罪不起 这位红豆大姐 也是得罪不起绣姑大厨 所以呢 他们俩还是一身的劲儿 干活吧 这干活多好啊 努力干活 大口吃肉 这样的日子 就是给个神仙做 他们也不换呢 洛塞走了过来 姑娘 红豆忙是错过来 昨日我看陆虎 忙了好多豆子 咱们今儿个 是要做豆腐吃吗 豆腐也不错呢 白白嫩嫩 做成了豆腐脑 或是煎的两面金黄 撒上一点细碎的葱花 怎么看都是好吃 我去看看秀姑 准备得如何了 你们把九四中里外 都好好的打扫一番 去去晦气 洛塞交代完 抬脚进入到厨房之中 应是九四 这后厨的空间极大 秀姑立得最里头的 按台前正在发呆 秀姑 秀月慌忙扭头 见到是洛生 不知怎的 她的心中涌起了 难以控制的难受 竟是陡然间 并是红了眼眶 垂眸遮掩 对向洛生 微微屈膝的 姑娘 秀姑啊 随我去东屋坐坐 洛生撂下了这句话 转身往外走 秀姑擦了擦眼角 默默地跟上 红豆等人正是忙着打扫 无人留意这边 等到洛生进入到东屋 她坐下后 示意秀月也坐下 然而秀月并没有坐 洛生也不勉强 直接说道 今日秀姑见到了太子 似乎有些慌乱 她没有往下说 只是等着秀月的反应 从进京路上相遇 再到进京之后 一点点展露 属于这青阳郡主的那些东西 直到昨晚 有意让这秀月 见到她一身黑衣 从这酒窖中出现 她就不信 到这个时候 秀月还不愿意 主动地靠近一步 其实很多事情 本就是水到渠成 果然 秀月在洛生 说出了这句话之后 浑身变得紧绷 她直直望向她 吻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昨晚平南王语刺 是否与姑娘有关 没错 是我干的 洛生的语气从容 她随意地拿起了 摆在桌子上的茶壶 随手地 给自己斟了一杯花茶 是姑娘 秀月睁大了双眼 不知如何说下去 洛生免了一口茶 一脸的云淡风轻荡 是我 我躲在了树上 射了她一箭 只可惜 人没有射死 你为何 为何 秀月不自觉上前了两步 洛生把她茶盏放下 与秀月对视着 秀姑 到了现在 你心中还没有答案吗 秀月的浑身一震 眼中迅速地 蓄满了泪水 她又是往前一步 痴痴地望向了她 喊道 卷 卷主 是您吗 洛生站起了身来 她握住秀月 不自觉伤出的手 那只手这么的干手 粗糙 犹如老玉 可是没人比着洛生 更为清楚 秀月如今 还不到三十岁呢 与着秀月 咫尺而立着 洛生轻生的 是我 秀月 一梦十二载 从这尊贵不凡的 青阳郡主 变成了 骄纵四义的洛姑娘 披着这副皮囊 在这世上 举举独行着 身在人间 心在炼狱 而如今 她终于可以 以着青阳郡主的身份 与她的旧铺相认了 她是青阳郡主 是她的父王母妃的洛儿 而不是洛姑娘 郡主 秀月直接跪倒在了洛生面前 抱着她的双腿 直接便是痛哭了起来 洛生并没有动 任由对方宣伤 写着感情 不知是过了多久 秀月的哭声 终于是停了 秀月 起来说话 秀月爬起来 拿着帕子 擦拭着眼泪 缓过劲来之后 问向了洛生的 郡主 您怎么会 洛生如今 已经是收拾好了情绪 她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大概 是上天垂怜我 让我介绍还魂 成为了落大嘟嘟之女 是苍天油眼 苍天油眼 秀月胡乱地说着 这眼泪 是越擦越是汹涌 洛生 抬起手 拍了拍秀月的肩膀 好了 别哭了 小七是怎么回事 跟我说说 秀月一下子 便是醒过了神来 她望向了洛生 神情激动的 郡主 小七 是小王爷宝儿啊 什么 是宝儿 洛生后退了一步 她茫然之间坐回了椅子上 对于小七是宝儿的可能 她其实有想过的 却是不敢想太多 因为她知道 这期望过大 方往伤心越深 怎么会呢 我听到的消息是 十二年前那个晚上 宝儿她就被这 落大嘟嘟的人给摔死了 秀月 洛生用力地抓着椅子扶手 咬着唇角 那肯定不是宝儿 秀月抹着眼睛 又哭又笑着 洛生等的情绪缓了下来 又是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秀月陷入到了回忆之中 她说道 那晚 王府本来就沉浸在一片喜悦中 突然就被许多官兵围住 府兵一个个倒下 杨怀带着小王爷往外冲 是婢子亲眼瞧见的 她看着未婚夫临危受命 带着尚在强宝之中的宝儿往外冲着 她只是摇摇看了她一眼 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 就那么走了 她当时不怪她 她只恨自己手无腹肌之力 不能杀迪柱她 未婚夫带走的 那可是镇南王府的希望啊 后来她侥幸生还 亲手毁去了容貌 她活着的唯一念头 就是找到杨准 然后 找到他们的 小王爷 听着秀月讲述着那个夜晚 她并不知道地点点滴滴 洛生渐渐红了眼眶 小七是宝儿 那天那个晚上被摔洗的婴儿 应该是为了掩护宝儿 推出去的可怜人 小七才是宝儿 洛生庆幸着 右弟还活在人间 一眼在怜惜着 那个无辜的孩子 这些罪孽 全败着平南王府所赐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血债血偿 第157集 这一遍 与此同时 在九四不远处的小巷中 一条路不知道 是走了多少遍的林滕 突然在一棵大树旁 停了下来 从今日一大早到现在 林滕都不知道 他顺着这条路 是走过了多少遍了 一遍又是一遍 原本对着这棵 不知存在于此处 多少年的老树 一直都是熟视无睹的 可现在 就在刚才 他无意间瞥见了一线黑 停下脚步 仔细地瞧着 竟是一个 掩映在树叉之间的小树洞 这个树洞不大 升的位置 也极为巧 若不是凑巧 是很难发现的 即便发现 也只是一个树洞而已 可是林滕盯向这个树洞 就误得 升起了一个猜测 也不是猜测 这查过的案子多了 总是会形成某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 或许说 这也是他查案的经验 百人潜伏在树上 射杀了平南网 逃跑时手持弓箭 一旦是被人撞见 就会立刻暴露 即便是不暴露 百人把这弓箭 带回了住处 也是个隐患 倘若是在逃跑之时 经过了这棵老树 然后顺手地 把这个弓丢入了树洞之中呢 这树洞虽是隐蔽 也不排除偶尔撇见的可能 或是早就知道 这个树洞的存在 那棵背着大人潜伏的树 他已经是仔细地检查过 有些痕迹可以证明 这个待人早有预谋 提前踩点过多次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凶手 对这片地方 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大人 一名属下 见到林滕迟迟不动 纳闷地喊了一声 林滕并没有回应 他一步步地 走到了老树镜前 伸出了手 便往这树洞中摸了过去 冰凉 滑腻 这触感奇怪 莫名地让人发毛 林滕抓着 从树洞中摸到的东西 他收回了手 是一条青绿色的蛇 昂着头 正在猙獰地 对打扰到他的人 吐的信子 两名属下 哪怕是长余之命案 打交道的汉子 此刻也忍不住地 尖叫出声 林滕仰手便是把小蛇给扔了出去 这青蛇砸在了树枝上 震得落叶纷纷 蛇尾灵活卷住了树叉 小青蛇便这么快速地爬走了 林滕一边甩着手 脸色十分难看 这双手啊 触碰过各种各样的尸体 各种惨状 他都没有恶心过 在他的心中 对于这些因为横死 而无法保住自己体面的人 他的心中只有同情 他要做的 是替他们找出凶手 沉冤昭雪 然而 从这么一个树洞里 摸出了一条蛇 这感觉实际上是恶心啊 以至于以后 只要是面对上了树洞 都会产生一些阴影 他在原地换了好一阵 然后大步地往前走去 大人 您去哪儿啊 后面两名属下 忙是追了上去 问道 去有间酒司 林滕回了一句 加快了脚步 他现在要去洗手 林滕公子怎么又来了 我们酒司还没开门呢 酒司中 红豆正在指挥着 洛塞胡子 反复冲洗着 酒司门前的青石板 见到林滕过来 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不是说 今儿晚上 应该是没有酒客来吗 怎么这个姓林的 这么早又来了 懂不懂事 你们这是 去去会家 昨晚发生 那么嫌人的事 红豆回的是理所当然 林滕的嘴角一抽 他从这位 红豆大姐的面上 可是没瞧出 一丝害怕来 林滕公子 还没说来干什么呢 我来这一瓢水 林滕说着 便见到洛生 从大堂走了出来 这后面的话 一时之间便是卡住了 洛生走出来 望向他 林滕公子又是口渴了 林滕当时耳根发热 听洛姑娘这么一说啊 活像他是个居心不良 借着喝水 故意凑过来看他似的 不行不行 这得解释一下 刚刚碰到一条蛇 想借一瓢水尽手 林滕公子 不是在查案吗 怎么还捉着蛇玩呢 林滕致了指 这说出缘由吧 总觉得有些丢脸 身旁的一名属下 十分贴心地 替着上风解释道 大人间有个树洞 伸手掏了掏 听到这话 洛生的心头一跳 面无表情地 看向了林滕 他不怕丢入树洞的宫 被发现 却吃惊于此人的敏锐 和细心 难怪赵尚书心疼成那样 还会带着林滕 一起来吃酒了 看来是属下 太过于得力 太过于省心吧 这样的得力 用在了查刺杀 平南王的歹人身上 他可真心不欢喜啊 红豆 则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林滕公子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还偷树洞 哈哈 林滕脸色黑了黑 很想纠正一下 孩子不掏树洞 孩子掏的是鸟窝 所以林大公子 是从这树洞中 摸出了一条蛇吗 洛生扬眉 这语气中 还带上了几分惊讶 实则他心中的惊讶 不止如此 那把为着平南王 准备的弓 他真的没有去取过 可明明是杀人的弓 这为何 却是变成了蛇呢 难道那把弓 它不是一把弓 是 蛇经变的 这一刻 李滕如着落生 都忍不住着胡思乱想了起来 林滕板着脸 轻咳了一声 方不方便让我洗个手 进了吧 洛生深深看了他一眼 轻咳一声 转身往内走去 林滕则是默默地跟上 将着他带到了院中 一纸墙根处的水井 林大公子请自便 林滕走过去 打上了半桶水 痛痛快快地 洗了个手 洛生默默数了数 居然至少洗了七遍 嗯 看来是恶心坏了 他阴阴有了一些暗爽 悠悠地问道 这摸出的蛇 是什么样的 林滕正是 拘起一盘水 往着脸上拍着 闻言错愕地望向了 问出这话的少女 洛姑娘在意的地方 为何这么古怪啊 虽然诧异 然而问了问题 还是要回的 毕竟还用了人家的井水呢 林滕直起身来 尴尬的 青绿色的 啊 洛生点了点头 又是好心地 提醒了一句 那林大公子以后 还是要小心些 这万一是一条毒蛇 咬上一口 可是如何是好 林滕脸色不由轻了 他只想着摸出一条蛇来恶心 就忘了 要是毒蛇 还有着性命之忧呢 看着笑盈盈的少女 她臭了臭嘴角 还真是要多谢 这洛姑娘提醒了 林大公子 还要继续查案吗 少女似是随口地问着 她的身后 恰是一架葡萄藤 这个时候垂下了 一串串的葡萄 晶莹如青红交错的 玛瑙珠 从厨房外头 那大口锅传来的肉香味 似乎更是浓了 林滕一下子 就失去了继续干活 继续查案的毅力 查什么案呢 好生地吃一顿 才是正经事 天色不早了 明日在场 洛生捏了一颗 红的发紫的葡萄珠 丢入了口中 抬脚往着大堂走去 林大公子真是辛苦了 我送你出去 林滕回到了大堂 却是停下了脚步 是不是到了九四开门的时候 他决定不走了 要留下来吃顿饭 林大公子准备带着属下 在九四中用饭吗 两名属下的眼睛 腾得一下便是亮了 像肿眼大金鱼一样 请吃饭 太好了 早就听闻这家九四的饭菜 贼好吃 贼贵 反正不是他们这种小牙医 吃得起的 林滕一下子想起来 还有两个属下呢 他僵硬转头 看了看五大三醋的二人 善善的 不 我只是随口混味 今日是初一 家里还等着我回去吃饭 带着两个饭桶 在友间九四吃饭吗 他疯了 第一百五十八集 林滕眼见两名属下 发亮的眼神是直接暗淡了下去 丝毫不为所动 其实啊 他作为上风 也是心软的 奈何荷包不允许啊 那林大公子慢走 洛生微笑着 他把着林滕送到了门口 转回身来 嘴角笑意冷宁 再其位 谋其正 其实 他还是很欣赏林滕的做法 但是欣赏归着欣赏 迁怒 仍旧少迁怒的 洛生走到了柜台边坐下 手指扣起 他一下一下地 敲打着光洁的台面 弓箭 变成了青蛇 如何想 这件事都十分的耐人寻味 难道是有人无意间发现了树洞中的长弓 还是早就留意到他的行动 如果是前者 那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那把弓是他特意挑选的 普普通通 没有丝毫特征可言 即便是落入到赵尚书最得力的下属林大公子的手中 他也不会担心 仅凭着一把弓会寻到他的头上 然而若是后者呢 洛生免了免唇 谋光深沉 若是后者 恐怕是会有麻烦了 若是后者 究竟是那人 把着长弓取走之后 放入的青蛇 还是青蛇巧合 爬进去乘凉的 青蛇巧合爬进去 不必多言 如果是有人特意地放进去 那他针对的是他 还是搜查歹徒之人呢 两种都有可能 那人如果是平南王一方 把这青蛇放进去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等着他这个凶手 去取回凶器时 因着青蛇露出马脚 倘若是与这平南王无关的一方 放了青蛇进去 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 女掌柜见到洛生一直出神 忍不住问他 东家 您是不是心情不好 洛生忙是收回了思绪 掌柜怎么这么认为 女掌柜倒了一杯茶 送到洛生手边 看到 唉 昨晚发生那样的事 迷着咱们酒司挺进不说 人还是才从酒司出去的 东家是担心 咱们酒司生意受影响吧 已经是到了酒司开门的时间了 这换作往常 就算没有坐满 也能有好几座客人 可是现在呢 连一个酒客都没有 本来能有一桌的 那个林大公子分明是想着酒司用饭 偏偏东家太为实在 一句话 让这林大公子想请都请不起客来 要他说 请不起客怕啥呀 林大公子是林祭酒的大孙子 祭账不就得了 东家还真是心善呢 见到女掌柜的叹气 洛生笑道 这才是出了事 人人自危中 酒司生意受了些影响也实处正常 掌柜的不必太担心了 女掌柜想了想 试探着提议的 东家 要不 咱们把韭菜的价格降一降 降价 财士坐下磕着瓜子的红豆 这声音中猛然间高了几分 他不可思议地望向了女掌柜 降价 自己吃上去还不够呢 为什么要降价 女掌柜嘴角猛抽 好歹是开门做生意的酒司 就不能稍微地有一点自觉吗 寇儿熟练地吐出了瓜子壳 他擦了擦嘴角 搭起了圆场 红豆你快住嘴 怎么能只想着自己吃呢 不过 降价是不行的呀 你降价 万一来的人太多 不是把姑娘和秀姑给累化了 长官你说 是不是呀 女掌柜什么都不想说了 只是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过了两课钟 依然不见客人来 圣三郎凑了过来说道 表妹 开门这么久了都没客人来 要不咱们先把饭吃了吧 这后面的话 再见到了一道青色身影 走进了酒司时 假认而止 平南王才是出了事 这开阳王就不怕死吗 咋又来了 圣三郎寒怒地望向了石燕 石燕丢给他一个 你想太多了的眼神 忙迎着上去 招呼了起来 他们家主子会怕吗 真以为主子一直 被这洛姑娘玩着 就是个软柿子了 主子 您来了 上战杀敌都没怕过呢 魏涵环视了一番 一桌客人都没有 近日或许能不限量吗 他这般想着 对着洛生点头打起了招呼 嗯 洛生汉手回应 冷眼望向了石燕 把魏涵领到了 长座的位置坐好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昨天晚上 当他射杀完了平南王 返回九四时 这大堂之中 唯有着开阳王 还留在这 他当时帮他扶正了珠花 一想到昨日中未寒的返长 这洛生心中 不由得又是一尘 难道那个从树洞中 取走了长弓之人 是开阳王 魏涵坐下 他的眼尾扫了扫柜台的方向 似乎自从他换了一身轻衣 这洛姑娘比这往日间 好像多看了他几眼 人靠衣裳 马靠安 莫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洛姑娘喜欢他这个样子 柱子 你想吃什么 魏涵压下了乱七八糟的念头 问道 今日可有新菜 石炎笑呵呵的 您赶巧了 今日正好有新菜 一旁的红豆直接翻了个白眼 说道 这叫赶巧吗 开阳王明明天天都来报到 哪天不来才叫赶巧呢 石炎才不在意着小丫鬟的白眼 忙是给着自家主子介绍道 今日咱们九四 推出的新菜的豆腐香 您一定得尝尝 只要把这主子给伺候好了 就不会想着打发他回去刷公筒了 魏涵听着小青薇的介绍 扬了扬眉梢 咱们九四 本来这小子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那就上一份豆腐香 两盘卤牛肉 然后熟练地点好了菜 静坐喝茶 这时 洛生端着一个小小的托盘走了过来 里面是一碟红油青笋 一碟油酥茴香豆 一碟紫薯凉粉 和一碟水晶虾豆 这这这 这不正是有间九四 大名鼎鼎的赠菜吗 只赠 不瘦 不知让着多少老客 都是咬牙切齿啊 魏涵看着洛生 把这小菜 一叠一叠地摆在他面前 他都有些受宠若惊 都有些懵了 只是缓了好一会儿 这才开口说道 洛姑娘 这是 这个是赠菜 给你的 魏涵抿了抿薄唇 他没听错吧 他当然知道 这个是赠菜了 毕竟每次看着 姓林的那个小子 来都有吃的 他没有啊 他印象足够的深刻的 他想问的是 为何今日 他就有赠菜了呢 这般想着 魏涵又是垂下了毛 看了看一眼 身上的青袍 又不由自主地 想了想昨天晚上 帮着姑娘 扶正了珠花的事 洛生在魏涵的对面 坐了下来 嘴角 请着浅笑 竟是坐下来了 王爷 不想尝尝吗 魏涵举起了筷子 一样一样地 乖乖地尝了一遍 好吃吗 魏涵与这洛生对视着 他微微点了点头 他想啊 可能和换衣上 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视线上移 落在了少女的发间 青丝如云 随意地挽起 一朵淡色珠花 点缀其间 他再一次想起 昨天晚上 背着眼前少女 随意知道 桌子上的那朵 淡粉色的珠花 他说 珠花歪了 不要了 其实 他嫌弃的 哪里是珠花呀 分明就是 碰到了珠花的人 这他就想不明白了 吹眸望了望桌上 摆着着四点小菜 他感觉 算了吧 不问了吧 先吃 吃完再说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